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她可以坚强面对 对于廖启志的离开 陈敏儿一直未有接受媒体采访 2022年7月 陈敏儿接受媒体采访 与二儿子廖文信参加节目 分享经历老公廖启志去世前后的心路历程 并曝光廖启志在走前留下的最后遗言 陈敏儿在节目上坦言 得知智叔患癌后内心毫无心理准备 冲击非常大 他表示在确诊胃癌前 智叔每天都会去跑山 生活很健康 因为感到肠胃不适 前往医院检查后确诊 他透露智叔检查后 医生立即通知是胃癌 并且已经扩散到干部 指他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可活 陈敏儿听后打击颇大 联想到三个星期前 一个还能去跑山的身体健康的人 三个星期后 就只剩一个月寿命 真是备受打击 毕竟他从未想过 智叔会这么快就离开自己 但人必须接受现实 哪怕再无法接受 陈敏儿之后也选择了跟智叔一起 用乐观积极的态度抗癌 智叔还笑颜 想要看到儿子结婚 陈敏儿还透露了 智叔提出了一个要求 希望太太和两个儿子 可以写下一些肯定他的话 回想到在医院 为智叔念手写信 告知内心对他的肯定时 感到很难忘 陈敏儿指 如果他能够得到肯定 他会觉得一生无憾 陈敏儿还告诉媒体 智叔不愿意让朋友 到医院探访的原因 是因为他很重视自己的形象 所以他让关系相熟的好友 通过录制短片的方式 分享与智叔的美好回忆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 而廖奇志与陈敏儿之间的感情 让人动容得不止于此 陈敏儿与廖奇志一样 同事毕业于第八期 无限议员训练班 两人在训练班相识 仅三个星期 廖奇志便问敏儿 会不会嫁他 陈敏儿便点头同意了 廖奇志因为外形限制 毕业后都是在影视剧里 饰演配角 与廖奇志不同 陈敏儿毕业后 因为演技在线 外形又漂亮 他的心图要顺利许多 1982年 他就因为与刘德华 在《猎鹰》一剧中 饰演情侣而爆红 之后 他很受到TVB的力捧 出演了多部重头剧 比如 他在《薛丁山征兮》中 饰演梵丽花 与他演对手戏的是 《黄日华》 《神用CID》 《林冲》 《太平天国》等剧中 他均是女主角 在八十年代 他便是TVB当红花旦之一 因为其形象正面 曾多次饰演 教师 社工 及律师等角色 除拍剧外 亦曾担任体育世界主持 万千星辉贺台庆思仪 及《欢乐今宵》演出工作 当时的《当红》杂志 也能经常看到他的身影 虽然受到力捧 但他很早便公开了 与廖奇志的恋情 与陈敏儿在事业上的顺畅相比 廖奇志事业的进展 就要缓慢很多 他1980年 与周润发 赵雅之合作《上海滩》 正式出道 在这之后 他一直出演配角 好在他演技扎实 也不至于没有戏拍 不过 因为和陈敏儿的事业 容颜差距大 当时 很多人并不看好他们 反而廖奇志 觉得他们非常般配 他自觉和陈敏儿是郎才女貌 1987年 廖奇志和陈敏儿注册结婚 连婚礼都没有办 婚后 两人育有三个孩子 长子廖文哲 四子廖文信 幼子廖文诺 陈敏儿也因为家庭 淡出娱乐圈 有了幸福的小家庭 廖奇志工作更拼命了 又因为经常需要长时间拍摄 他就把家安在电视台附近 这样 他就能尽量抽时间 和家人一起吃晚饭 还能管教儿子 廖奇志非常珍惜这样的生活 在家庭幸福的同时 廖奇志的视野也迎来了转机 1992年 他和黄家居合作了电影《龙民》 凭借这部电影 他在1993年获得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奖 在这之后 他的戏约越来越多 经济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 可是这种幸福 在2003年被毁灭了 2003年7月 廖奇志两岁的小儿子廖文诺 在跑步时突然扭伤脚 紧接着全身出现红点 在被送到医院治疗后 被确诊为急性临八百血病 得知儿子生患血癌后 廖奇志感觉天都塌了 妻子陈敏儿更是哭得死去活来 差点精神崩溃 好在经过八个月的化疗 廖文诺的病情得到控制 医生对廖奇志和陈敏儿说 如果廖文诺的病三年内不复发 便是完全康复了 如果复发 治愈成功的可能性只有四成 不幸的是 仅仅过了两年时间 廖文诺就出现了持续发烧 和身体疼痛的症状 要重新接受九个月时间的化疗 为了给孩子治疗 廖奇志几乎推掉所有的工作 参演的电视剧和电影大幅减少 后来更是只剩下一份主持儿童节目的工作 而与此同时 妻子陈敏儿却因为压力过大 也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最严重的时候 陈敏儿甚至想自杀 所幸 廖奇志及时发现了妻子的不对劲 儿子病重 妻子重度抑郁 家里还有老人和两个年幼的儿子 廖奇志唯有一个默默扛下所有 长期化疗 放疗 反复发烧 呕吐 把诺诺折腾得苦不堪言 廖奇志每天早上六点起床 送两个大儿子上学 再赶去医院帮小儿子按摩疼痛的脊背及洗澡 陪在他身边 直至太阳下山才离开 然后回到电视台去工作 去主持亲子节目 深夜才回到家 不过 遗憾的是 廖文诺最后没能战胜病魔 在2006年4月5日病逝 年仅5岁 在廖文诺去世那天 信仰基督教的廖奇志 唱诗歌给廖文诺听 还为他祷告 那一天 廖奇志没有哭 第二天 他像往常一样 早起为三个儿子盖被子 当他发现 再也不能给廖文诺盖被子时 他嚎啕大哭 大哭过后 廖奇志选择了坚强面对一切 他深知 自己不能倒下 他还有两个儿子需要照顾 他还需要照顾妻子 之后 廖奇志便更加辛苦地投入工作 以一己之力 养活这个饱经风霜的四家之口 重新回到自己喜爱的演艺视野 在多部影视剧中担任配角 虽然廖奇志对外展现的都是自己坚强的一面 但多年后沉迷而坦言 因为小儿子的病逝 廖奇志一度崩溃 让本来就抑郁的他更加生气 甚至一度瞧不起廖奇志的懦弱 不过他后来反思了自己 觉得没有人是完美的 廖奇志之前已经做得很好了 自己不该再给他压力 而反过来安慰廖奇志 廖奇志重新振作后 在工作之余又继续照顾妻子 陈敏儿康复之后 廖奇志的很多想法发生了改变 以前的他可以为了工作减少 和家人的陪伴 但是现在家人远远比工作重要 一直以来 陈敏儿想要一个正式的婚礼 于是在2007年11月 他们结婚20周年这天 他们在长沙湾一间教堂礼堂内 举办了婚礼 宣读了爱的誓言 廖奇志动情地说 两人在一起20年非常难得 非常感谢陈敏儿的陪伴和相守 当廖奇志的生活再起波澜时 已经是2013年 这一年 廖奇志的大儿子廖文哲 在社交平台上 传了多张长头发和化妆的照片 他自称颓废青年 声称想要做女人 廖文哲的这番言行 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甚至有知情人爆料 廖文哲在初中时就喜欢女性打扮 出门还会插唇膏 画眼线 得知这个消息的廖奇志很痛心 但他没有打骂大儿子 而是选择和大儿子好好聊一次 2014年之后 廖奇志接拍的影视剧逐步减少 开始专注起了养生和生活 然而 谁也未曾想到 去年3月22日 廖奇志已患癌的消息才曝光 3月28日 就看到了他离世的消息 时隔一年多 儿子廖文信在接受采访时 分享了爸爸在病房时 有叮嘱自己与哥哥 要好好照顾妈妈 如今 哥哥和他都学会承担责任 好好保护家人 而大儿子廖文哲 虽然留着长发 但男人味十足 看来 他的想法已改变了 陈敏儿也夸儿子 孝顺又温柔 对于儿子的改变 让他倍感幸福 相信廖奇志 看到两个儿子如此懂事 陈敏儿当下 也过得很好 在天堂 也会感到很欣慰了 采访过程中 陈敏儿与儿子 互相拥抱 打气 画面相当感人温馨 8月底 古天乐为了宣传电影 明日战绩 做客 网红团队 小番茄的公司 让人意外的是 廖奇志儿子 廖文信 也在该公司工作 据他本人透露 他之所以成为 这个网红团队的一员 跟老爸 廖奇志 有很大的关系 多年前 廖奇志担任某部 微电影的监制 并找来自己的学生 参与演出 这群学生 正是小番茄的 主创人员 有一次 廖文信 去片场探班 那些学生问他 是否有兴趣拍摄 正好他很感兴趣 于是加入了小番茄 工作期间 他还跟同事 纳特雷 互生情愫 继而走到一起 男才女貌 年龄相仿的两人 爱得很是浓烈 经常在社交网上 大秀恩爱 表现甜蜜 羡慕死了 不少单身人士 相信未来的日子中 两个儿子 一定会好好的 与妈妈坚强地生活下去 祝愿他们 能够过得快乐 那么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 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 不见不散